新疆喀纳斯湖昨天清晨惊现不明水生生物群 游客用随身携带的DV拍下了这群水生生物出现的全过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就是游客拍下的喀纳斯湖不明水生生物的视频 从这段DV视频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群不明物体在水中游动 不明物体大约有15条 它们时而聚集在一起 时而一字排开 远看像一支舰队 场面十分壮观 据了解喀纳斯湖不明水生生物最近一次现身 是在2005年6月7号的傍晚 当时正在乘快艇游湖的游客在拍照时 突然发现前方平静湖面涌起树柱巨浪 并且有节奏的出现 不久两个约十几米长的黑色巨型水生动物现身水面 一前一后逾越前行 从岸边向湖心急速穿越 巨型水生动物的头部在水中食饮实现 约两分钟后才消失 这次喀纳斯湖不明水生生物大规模集体亮相 使喀纳斯湖更加增添了神秘色彩